北京时间10月11日,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复赛第四轮,中国女排以3比1击败俄罗斯,四局比分为25比22,21-25,25-23和25-15, 以巴胜一副位居小组第二,紧急六强,这也是中国女排时隔20年,再次在世锦赛击败俄罗斯,中国的首发阵容为主公朱婷,张长宁,复工人心愿,严妮,接应公祥宇,二传丁侠哥自由人王孟杰,俄罗斯派出主公伊尔琴科,沃伦科尔,复工费蒂索瓦,扎亚兹科,接应科蒂科娃, 二传斯塔特赛瓦和自由人贾尔基纳,首居五平后朱婷强攻得手,攻翔与反击下球,科蒂科娃口球被攻翔与封死,中国连夺3分8比5领先,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,暂停后丁侠发球持续施压,严妮抓反击赢得四分优势, 伊尔琴科强攻稳定,朱婷扣球出界,4比9落后的俄罗斯直到8到9,强持阶段张昌明强攻命中,迎新月处理球得手,中国将比分拉开到14比11,俄罗斯迫进到14到15后,张昌明一攻打中,中国在第二次技术暂停16-14战先, 朱婷的反击和严妮的栏网均有建树19比15领先,俄罗斯靠中国的事物,迫进到17到19,战至19到21后,严妮调求成功,伊尔琴科进攻北栏,中国23比19战先奠定胜局,20比24落后的俄罗斯两就局定追,至22到24,朱婷强攻一锤定颖,中国25-22先, 下一程,第二局原先越快攻要至4到5后,伊尔琴科的强攻和发球连夺3分,俄罗斯8比4领先,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,斯塔特赛瓦坪发球将比分拉开到11比6,中国用李盈宁换下张昌明,9比15落后的中国二换三拍上,建议曾春类和二传尧迪,李盈宁一攻过轮,曾春类的反击和原先越的探头均有建树, 中国追至12到15,科蒂科瓦强攻打中,俄罗斯在第二次技术暂停16到12战先,12比17落后的中国通过延尼德兰王带动涨分高潮破均到15到17, 比尔律科瓦连续突破驻俄罗斯19比15领先,摇迪的拦网,朱婷的打掉结合和颜尼的发球相继建功,中国追至20到21,沃伦科瓦强攻过轮,科蒂科瓦招反击,俄罗斯23-20战先,原先越快攻八回一分后,一二勤科扣球夺局点,李盈宁进攻出界,中国21比25,落败被俄罗斯追成一平。 第三局中国启用姚迪单杆二船,李盈宁和朱婷搭档主攻,中国利用李盈宁的发球3比0战先,俄罗斯迅速4-3反超,六平和俄罗斯适配,攻翔与反击成功,中国8比6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,原先越的发球和延尼德兰王吕施压,将笔本拉开到11比7,三方进攻,有改善,中国测试稍多,俄罗斯翻成审, 第二平,中国联获三分15-12超出后,沃伦科瓦成为俄队救星,八口三次建功驻本队在第二次技术,暂停16-15反超,17平后科蒂科瓦发球赢得两分优势,18比20,落后的中国用刘晓彤换下朱婷,李盈宁两度进攻下球,原先越发球得分,中国21-20反超, 22平后延尼短平快命中,李盈宁八球落后抢建功,中国24-22多下局点,沃伦科瓦调攻追回一分后,攻翔与进攻被防回后延尼探头得手,中国25-23写胜,大比分2-1超出, 第四局中国重新换回主二船丁霞,燕尼的发球出本方4-2超出,俄罗斯咬至5-6后,出网送分,原先越发球建功,中国8比5领先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,心气受挫的俄罗斯失误增加,沃伦科瓦和贝蒂索瓦的进攻,又相继被燕尼封死,中国将比分拉开到13比6,沃伦科瓦跳发建功,原先越快攻受挫, 中国出网送分,俄罗斯追之11-15,原先越封死,伊尔勤科的强攻,中国在第二次技术,在行驶6-11战线,原先越快攻反击打众,朱婷发球迫使他里射娃费一传,中国将领先优势,扩大到20-12,攻翔与反击失误对方过龙后,刘晓彤在后排换下朱婷, 立营营扣球命中24-14拿下赛点,费蒂索瓦处理球追回一分后,燕尼三号被突破成功,将比分定格在25比15,中国三盖一击,败俄罗斯顺利晋级6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